這個月剪片剪得非常非常久 這個月剪片剪得非常非常久 就是有幾支片就是已經拖很久了 那我想要趕快把它搞定 那算是已經搞定了一半 那... 這個月都 這個月幾乎都在剪片 這個月幾乎都在剪片 就有幾支片就是已經拖還蠻久了 就是從去年六月當兵前 我已經拍完的東西 那我終於把它在這個月剪完了 然後成品也出來了 就理論上應該是不太會動了 然後但是還有陸陸續續的一些小短片啊 需要剪輯就是把那支大的 然後有一些素材沒有用到 可能把它剪成小支小支小支的影片 那還有另外一支影片呢 我覺得就是比較... 算是挑戰嗎? 就是... 嗯...他的客戶呢 是我... 朋友 然後推薦給我 就是他好像那邊的剪輯師出事情了 然後他就把那個... 原送... 剪到一半的... 東西丟給我剪 那... 其實還蠻... 蠻有挑戰性的 就是因為客戶他那邊也有一些想法 那我這邊也有一些想法 那變成我兩邊就要一起約線上剪輯 那線上剪輯有幾個優點 就是我可以告訴客戶說 不行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 你不能一直跟客戶說 喔...他說我們把這個放大 那我說好 那他說我們把這個剪掉 我說好 你要穿插這個 喔...我也說好 那這樣子就變成... 全部都讓他亂提出一些點子 那我的專業其實就是我來幫你想 辦法如何傳達那個影片的內容 而不是就是說我什麼都說好 我不是一個... 緊急工人 就是我... 有辦法 就是我需要想辦法把你的東西 剪出來一個有內容的東西 而不是說你想要加什麼就加什麼 這樣子就是... 呵呵... 就是我會跟客戶說 不行 就是我會說一個完整的理由 那如果他真的不相信 那如果他真的不相信 我可以現場... 嗯... 就是因為我們是約線上剪輯 那我可以現場剪給他看 他假設說他想要放這個插進去 那他只是用想像耶 那我可以跟他說 我覺得這樣不行 這樣會不好 或者是我覺得怎麼樣會比較好 我要... 提出一個東西 來說服客戶說 我講的是有道理耶 那我就是這樣子陸陸續續 因為直播 然後我現場剪給他看 所以他... 就是聽我的想法 我建議 那真的 他講的東西 可能他想要穿插這個東西 不適合的話 那我就... 可以馬上proof給他看 給他說 喔... 你就是這樣子就不太行 那我覺得怎樣怎樣怎樣 會比較好 那我現場用給他看 他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地這樣執行下去啦 所以線上剪輯其實還蠻... 省時間嘛 就是兩邊算是有溝通 然後取得一個共識 而不是我這邊 一剪... 然後輸出一個版本 他就說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好 或是他想要改這個 改那個 就會拖來拖去 那... 線上剪輯就還蠻... 還蠻快速蠻有趣的啦 我覺得還蠻讚的 Ale... 阿嬤 ellos 因為 任了